大家好 我是郭彬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布林肯已经回美国去了 但是对于一些韩国人来说 他留在中国的故事 其实才刚刚开始 我这两天在上网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关注博主转发的一条内容 是关于韩国的 大概是某个韩国媒体发表的社评 说是中美两国恢复对话仪式 备受各方关注 这对中韩而言也是一个契机 各方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重振两国的沟通渠道 这篇社论出自韩国的进步派媒体中央日报 而且还是发在他们的中文版上的 其题目就叫中美对话恢复 备受关注因重振韩中沟通渠道 纵观中央日报的这篇社论 我看得出来对于邢海民大使当初说的那句 读中国书的人一定会后悔 韩国人还是没有翻篇 直到现在依然耿耿于怀 民演员都看得出来 自尹学业执政以来 中韩两国关系的走势 基本上是一路向下的 就连中央日报自己也承认 在日韩关系正常化 美韩同盟强化 以及韩国全面压住在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情况下 韩国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 实际上已经变得十分尴尬了 大环境如此 你们韩国人还老把自己摆在 邢海民大使那句 不点名批评的兵语位置上 韩方的心谋不除 这中韩两国的沟通渠道 要想重振 难度恐怕 比要求韩国人喝光浮倒的河污水 也低不到哪去 值得一提的是 这篇社论还提到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它将中美双方目前的大国角力 形容为一场懦夫之间的博弈 这个说法最早是从博弈论中衍生出来的 也被称之为小鸡游戏或英格博弈 所谓懦夫博弈 简单而言 两个人开车相对而行 谁都不必让 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都车毁人亡 可要是有一方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主动让步了 那么他就会被对方嘲讽为懦夫 翻译成我们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话 意思就是谁先眨眼谁先书 韩国人用来形容中美博弈的这个理论 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如果发生在中美之间的这档子是 算是懦夫博弈的话 那么韩国和中国现在的分歧和拘予 又算是什么呢 之前在读杂书的时候 我曾经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 据说在以前千金卫的地价上 当地的地痞流氓之间一度很流行一种 以残斗狠的成为方式 斗狠很好理解 无非就是地痞流氓之间为了争权夺利 又或者是单纯为了讨个面子 所进行的角力行为 这要换作是在其他地方斗狠这种行为 演变到最后往往就会成为全武行 打断几条胳膊几条腿都是常态 一个不小心捅出几条人命来也不罕见 但是千金卫的这帮地痞不同 以残斗狠的这种角力方式 虽然同样抿不了要见血 但他所造成的附带损伤面却小得多 因为其他地方的流氓斗狠 那都是去伤害别人 而千金卫的流氓伤害的却是自己 举个例子 一个地痞要去生意人的店铺里收保护费了 但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时他就可以往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当钱款 就说想买店里的东西 但是身上又没带钱 所以就从身上切了块肉下来做交换 人家开门做生意的 要你一块烂肉有什么用呢 地痞对此当然心知肚明 他就是在赌对方一个 本本分分做买卖的 不敢接他这茬 反正肉我已经割了 你要么就把店里的东西卖给我 要么就赔我医药费 我自己去处理 你要不给 以后我就天天来 每次来都给你割一块肉 我就不信你不怕 你的客人还能不怕了 我为什么突然要插入这么个题外话呢 因为就在我看过中央日报这篇社论之后不久 我又在环球网的微博上 看到了另外一条关于韩国的新闻 说是为了反对日本往太平洋排放浮岛核污水一事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一名名叫尹在甲的议员 宣布从6月20日开始绝食抗议 他将日本政府的行为形容为核辐射恐怖袭击 希望能以绝食的方式来明智 向尹锡悦喊话让他堂堂正正的对日本的不义之举 抗议日本排放核污水没错 但是咱也没必要通过绝食来明智吧 不过这在韩国都还算亲的 在对日问题上搞自残自损 韩国人也算是经验丰富了 断指切腹跳河自焚 我们想得到的他们基本上都干过 我们想不到的他们大致上也干过 也就是旧社会的天津卫流氓 没在首尔的地界上混 不然他们自残斗狠 还真不一定斗得过韩国人 共同民主党不仅是韩国现在最大的在野党 同时也是一个立场偏左翼的进步政党 文在寅就是从这个党里走出来的 邢海明大使不久前会见的李在明 如今也是共同民主党的党首 立场偏左翼还是反对日本和排污的 按说我其实是应该支持尹在家的决心的 可没办法 绝食这种事情我实在是挺不起来 有违人道不说 而且我也不觉得这种行为艺术能帮助韩国社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规律和法则 拿天津卫地痞流氓那一套自残斗狠的行为艺术来搞外交 这不光让人笑话 而且还会出大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共同民主党这个在业党的政客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也就是尹锡悦所在的那个党的政客 其实同样热衷于通过自残斗狠来在外交上表演行为艺术的 略有不同的是尹在家这群人的斗狠是对自己狠 而尹锡悦这帮人的自残残的却是韩国这个国家 因为心里始终放不下邢海明大使的那句 赌中国输的人一定会后悔 尹锡悦这段时间还曾在他的内阁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高论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袁世凯 我们现在一提起袁世凯 大家对他的印象基本上无非就两个 一个是为晚清政府训练了北洋军的军阀头子 另一个就是开历史倒车 搞了复辟帝制的窃国大道 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评价 但其实不光在我们中国 袁世凯在韩国近代史上的名声同样不太好 因为形势果断 先后帮助李氏王朝度过了人武军乱和假身政变等重大危机 而且又得到李鸿章等晚清重臣的赏识 因此早在1885年 10年仅26岁的袁世凯在朝鲜就已经是大权在握 负责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其实就是晚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考虑到清朝和朝鲜此时还有中藩之别 因此袁世凯实际上的地位甚至比当年的朝鲜国王李熙还高 虽说帮助李氏王朝摆平了不少麻烦 但是袁世凯在朝鲜干的缺德事也不少 贪污腐化和走私鸦片不说 而且还常常在排场上压过李熙 这些朝鲜王族连出个门都是成鱼张盖 树黄龙大旗 俨然就是一副土皇帝的派头 虽说他这个大清驻朝使节的确是当时朝鲜实际上最有权势的人 但人家李熙毕竟还是朝鲜国王 就你这么个宣兵夺主的搞法 韩国后来的历史上 记你一笔也是正常的 可话又说回来 虽然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对袁世凯的评价都是以负面居多 而且我对袁大头这个人也没什么好感 但这并不表示我就觉得尹熙悦打的那个比方是对的 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个家伙并没有读懂袁世凯在朝鲜待的那12年 他只是在拿那一段他其实并不清楚 又或者说是装作不清楚的历史 来刺激现在韩国社会上本就已经十分强烈的反华情绪 进而为自己的亲日行径提供历史背书罢了 袁世凯是想在朝鲜当土皇帝不假 但疲相而论 他也确实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为半岛局势的稳定做出过一些贡献的 要不是因为有袁世凯的杀法果断 早在1882年 李氏王朝就已经亡于名为开化党 实为亲日派的乱城贼子们手里 袁世凯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但在他的治下 朝鲜和清朝的关系 至少还保持在中藩这个层次上 并没有再进一步 反观后来朝鲜的另一位土皇帝 日本首任驻朝总督伊藤伯文 那可是实实在在要把朝鲜变入日本领土 堂尔皇之的推行内险一体的 他们俩到底谁更惹朝鲜老百姓讨厌 看看后来暗虫根打出的那几颗子弹就知道 袁世凯在朝鲜要真是个纯纯的混蛋 后来死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就应该是他 而不是伊藤伯文了 俩土皇帝俩都不是什么好人 伊藤伯文对待朝鲜 甚至比袁世凯做的还要过分 怎么就不见尹熙悦在拿袁世凯说事的时候 把伊藤伯文也捎在上呢 就因为邢海民大使说了一句 读中国书的将来一定会后悔 所以就特意拿袁世凯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 来对今天的中国直三骂怀吗 去年8月日本自民党议员魏腾征侍郎 还曾说过日本是韩国的老大哥 这话可是指名道姓的 听着可比邢海民大使的刺激多了 也没见尹熙悦当时站出来说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伊藤伯文 尹熙悦那么喜欢在各应中国的时候引经据点 我不相信他会不清楚当年以伊藤伯文为代表的日本人 都对韩国干过什么 既然清楚 那为什么还要主动把脸伸过来让别人冲呢 难不成当年袁世凯武力镇压下去的开化党里头 就有尹熙悦的老祖宗吗 反华清日就说反华清日 别动不懂就去吞历史书 朝鲜历史书上写的都是汉子 韩国都搞去汉化教育多少年了 你尹熙悦政府这帮人大自能认识几个呢 咱能不能别自取其辱 况且我也说过了 袁世凯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的评价也没高到哪去 尹熙悦通过业余他来暗设我们今天的对韩外交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就和你要再不尊重我 我就一刀把你蓝尾给切了一样可笑 反反复复的向中国揭开韩国的旧伤疤 除了徒增自己的心理阴影之外 尹熙悦不可能从中国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包括他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那颗所谓的国民自尊心 自残斗狠这种方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 无疑是滑稽可笑的 可为什么他却能在旧社会天津卫的流氓地痞中间 风行一时呢 原因无外乎两个 一是因为对于那帮人来说 这是一种支出成本和投资风险都相对较低的解决方案 他们也知道自己反正就是烂命一条 既然如此从一条烂命的身上掉下几块烂肉来 又有什么所谓呢 能讹到就是赚了 讹不着也不算亏 反正烂人身上的烂肉终归还是会再涨回来 二则是因为这群地痞流氓 实际上也没别的本钱或本事能翻出更大的浪花来了 他们要是有钱有腔人多是众 早就直接上去民墙了 谁还吃饱了撑的真的割一块肉下来当钱花 自残不光是为了斗狠 同时也是为了掩盖地痞流氓们本身的无能和弱势 不要脸 不怕疼 不为死的极端形式风格 其实是这群弱势群体刻意为自己营造出来的一种特殊人设 一种异化的保护色 要是没有这层保护色在鱼龙混杂的天津地界上 他们没准还会被人欺负的更惨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现在的隐屑政府实在是又可笑又可悲 他和他手底下那群政客终日在涉华问题上上蹿下跳的做法 从本质上讲 其实和天津卫那群靠自残来斗狠的地痞流氓 也没什么区别 既然这么生邢海明大使的气 为什么不干脆顺应韩国那帮反华政客鼓噪的所谓民意 直接把他驱逐回中国算了呢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清楚办不到的 骂骂袁世凯搞一下指脏骂怀 就是韩国现阶段能承担得起的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再往前走多一步 除非地痞们真的连自己那条烂命也不想要了 流氓只是烂又不是傻 割块肉意思意思 面子上过得去也就算了 真额不到钱 你还能去和人家拼命不成 有内觉悟 谁还往自己身上动刀子 你说是吧 尹熙约阁下 今天这期节目是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评而起 那我在最后部分就以中央日报的另一篇文章来座位收为好 6月19日韩国亚洲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长金鲜规 为中央日报撰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重启韩国强强对决只能让中韩两败俱伤 在文章中金鲜规提到的一些观点 比如中韩关系一直都很密切 所以两国的矛盾会让彼此付出很大代价 中韩两国迫切需要能够把这些差异带来的代价降到最低 同时积累未来合作利益的智慧 我觉得多多少少说的还算是有些道理 但除此之外 这篇文章给我更多的感受 其实还是和中央日报之前的那篇社评差不多 说好听点 这叫率真 说实在的 其实就是天真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一列传中提到过一个名叫夜郎的国家 说这个国家的国王极其自大无知 甚至敢于当着汉史的面说出 汉与我熟大 这样的话来 这也就是后来夜郎自大这个典故的出处 没想到这都21世纪了 我居然还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夜郎国标本 只不过不是在西南 而是东北亚 我不知道金所长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强强对决只能让中韩两败俱伤 这个标题本身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被美国公开认定为最大战略挑战的国家 说的通俗一点 意思就是美国至少认为中国和自己算是一个档次的 也就是说在如今的国际局势中 中国就算不能等同于美国 起码也是约等于美国 如果哪天韩国和美国要是产生了像今天中韩这样的分歧 身为美中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的金所长 会不会以强强对决只能让美韩两败俱伤为题目 也写一篇类似的政论文章来呢 我相信他是不会的 不是因为不能 而是因为不敢 为什么不敢呢 这就要提到金所长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另一个观点 中方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韩国的国家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了 韩国不再是清朝和朝鲜时期的国家 而是二战以后在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下繁荣起来的 注重国家间相互平等的现代国家了 确实现在的韩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清朝和朝鲜时期的韩国了 而是美国和日本时期的韩国 韩国的国家性质或许是发生了改变 但不是变成什么注重国家平等的现代国家 而是从清朝和朝鲜的中藩关系变成了如今的美日和韩国的主仆关系 大清是早就亡了 可韩国现在又有多少人把心里的辫子给剪了呢 邢海明大使并没有说错什么 如果这话是从当初的美国驻韩大使 美国海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美日混血的哈里斯嘴里说出来的 那些读美国书的人将来一定会后悔 包括金所长在内 我相信韩国的金银们非但不会大动肝火 反而还会乐得鼻涕冒泡 因为尹熙越治下的这个韩国真正的土皇帝 其实就是美国驻韩的这些使节和将领 因为尹熙越治下的这个韩国迪迪确确就是在赌将来 美国会赢中国会输 韩国的国家性质发生变化了吗 好像又没有 翻遍韩国的历史书 无论是过去用中文汉字写的 还是近代用日文假名写的 亦或是如今用英文字母写的 总结来总结去 总结到底无非也就一句话 都是主人的任务罢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